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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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命 啊 快 快快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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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快快快 快快快 快快快 那是你妈 叫妈来签字 我 我没有办法 我来签 你赶紧去医村手术备的签 第一次 现在情况很危险 不能等知道吗 不能等知道吗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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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좋아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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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コ斯小艾 ��啊 稀释 喔 特别难过 已经失踪了十六年了 现在又失踪在您的生活里 请接受儿子的道歉 我养母开海晚期 已经快不行了 这么多年 她一直好好照顾我 给了我最多的爱 我坚信 她不会主观 故意换了我更黄明明 或许 后来的某一时刻 她已经发现 我不是亲生的了 但她对我的爱 已经不想让她去追究 所谓的真相了 您不也是一样吗 如果让您用自己的生命去换 虽然不是亲生 但却强能亲生到 黄明明的生命 我相信 您也会不顾一切的愿意的 你们两个都是好妈妈 一个生我们 一个养我们 我相信 黄明明权下有知 也无悔您这个妈妈 谢谢妈妈 谢谢您把明明的费用 给了我们 我真不知道 该怎样去形容 对您的亏欠 杜妈妈现在受到 各方压力 病情加重 医生说 也就这一两个月了 我会陪她到最后一段 直到一切结束了 妈 我会回到您身边 用我坚后余生 来请儿子的孝道 请您原谅我 年代儿子 庞彭 张总 有您的一封信 行 你拿起太大了这是 西达 你是个好孩子 阿姨谢谢你 现在有蓬蓬陪着我 我很幸福 必见 行行行 师傅 谢谢你 谢谢我什么 我看到你给我的留言了 什么留言 这里 刑定是一门技术 是死的 但刑定是人 或者 但是善意的 刑定师或许不够专业 但可爱人性的一面 总是值得被肯定 小时候的男主角 不用那么郁闷啊 问心无愧 才能保持初心 111 张希达111能不能安静点 111 111 这不是你给我留下的吗 不是 DNS本来就是董灵叔的缩写啊 巧合吧 巧合啊 可就我所知 师傅每次打感叹号的时候 都忘了摁写键 所以打出来都是 一一 你别在这儿胡讲男权 你应该出去 你就知道 肯定是你打的 师傅 你的肯定是安慰了 比谁都管有 谢谢你啊 走 师傅 请现在立刻马上 带着您的金牌 师傅董灵叔来儿童乐园 师傅 这儿装修得不错啊 慢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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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这是您的孩子吧 长得一模一样 你真像啊 这不是他孩子 这是我儿子 你就是张希达吧 我就胡珊珊 我们去那边聊吧 好 虽然都是软包 您也看着这儿孩子 宝贝 妈妈跟朋友说点事 你到那边去玩好不好 快去吧 其实我就是 胡珊珊 我今天不太方便 我改天再约你们好吗 实在对不起啊 你怎么在这儿啊 你别动我 别动我 别动我 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 我不让你带孩子 来这个游乐场 对不对 就不听我话对吗 我说话放屁呢是吗 我们回家再说一次 你别动我 不是 你什么意思啊 你天天往这儿跑什么意思 我告诉你啊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跟老钱人有点事 你放屁 哎 你干什么呢 打女人呢你还 你是谁啊你 我怎么着 怎么着 我去 胡珊珊 你打死我 你不是说要做亲子鉴定吗 坐 必须坐 别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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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啊 还让你们加班 没事 不过啊 我就想问一下 你老公叫大雄是吧 你和他什么情况啊 长话短说吧 就是我和大雄 结婚生孩子之后 我们感情特别好 谁知道隔壁老李的一句话 让大雄心里犯了嘀咕 什么话呀 他说你们这孩子 怎么长得越来越像隔壁老钱了 不会是怀孕的时候 贴着老钱的照片天天看着了吧 大雄还上心了 一天到晚跟我叙叙叨叨嘟嘟囔囔的 还让我承认我跟老钱有一腿 那你们早该来做亲子鉴定了呀 拖那么久 是啊 我心里没鬼啊 可是这事传出去街坊邻居知道了 指定该怎么想我的 再说了 孩子长大了如果知道 爸爸曾经怀疑过自己 指定多伤心了 那你今天肯来是强大勇敢 我豁出去了 要不然一辈子赌不上王大雄那张破嘴 谁看 这肯定不是我的报告 去 那个 covering 胡派伤 胡派伤 你快快 你看我带着函子啊 你该去那儿去那儿去 滚 你快快 你看我带着函子啊 别哭了 别哭了 哭得我心烦 张旗达 这一定是假的 一定是假的 给我退钱 退钱 要不然我把你们所砸了 砸了 退退退 那个山姐啊 这钱我给你先垫了 但是 你也得跟孩子做一次亲自见顶 什么 我也要做亲自见顶 这是我亲儿子 我为什么要做亲自见顶 就您这暴脾气 不是 我说您在古代 肯定这种脾气就是一女侠 你 像你这种性格坦坦荡荡 有什么说什么 我张旗达拍着胸腹跟您保证 我相信您 你跟老钱绝对没有半毛钱的关系 对啊 对啊 山山姐 要不咱俩打个动 你把这亲自见顶做 这请我也帮您垫上 行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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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傅咋 又熬夜学小说了 没有啊 我 我看书呢 师傅 我不是跟你说过吗 我现在要全面地 彻底地 学习去如何做一个认真负责的亲子见顶师 行 那回头考考你 考考我 我 我 这个嘴呀 怎么样 简直不可思议 简直不可思议 这孩子也不是你的 行 我 我就说你不会有事吧 不错啊 那这 那这孩子也不是我的也不是他的 那这孩子谁的呀 那我们孩子呢我们孩子在哪呢 对对对 首先啊 把我们两单费用结了 哦 那必须的 其次 想办法搞到那个老钱的样板 什 什么 什么样板 张细达 回答 首先呢 肯定有血液 还有牙刷 指甲盖 头发五肝 带毛囊的 带唾沫的烟头 还有口香糖 这些 应该都可以提取到DNA的 那就是了 拿到药本之后 马上跟孩子做补顿 如果孩子就是老钱的 那老钱的孩子就是你们的 你们之前是不是差不多时间 在同一个医院里边一起生孩子 对 我们家附近是有一个妇产医院 我们邻居好像基本都在那生的 是 是 行 赶紧的 拿药本去 拿药本去啊 我先休息了 谢谢啊 谢谢啊 太谢谢你们了 来 姐 老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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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听我说 我真是的 老钱 你拿这么多东西我来骗你啊 不是 我 我是 老钱你 你老的孩子真没在 听我说你别跑 不行不行不行 你听我拿着东西来骗我 跟你说我真是的 跟你说 你怎么回事 老钱 老钱 你真是过来道歉的了 大哥 我带这么多东西来 我不是道歉我干嘛 老钱 你开这么大厂子 你咋还亲力亲美啊 估计跟什么就完了 这 这不是就是鲜眼孩的吗 我扔一地 对不起啊 我这看你一个个鸡啊你 你 这么大个人了 你说你什么他敢杀你 头发五罐 带头发 这 你看啥 小巴 这废话 真给你们嚎一下 是啥 是不是 都成这样 是 老钱 老钱 小钱小钱小钱 别干啥 吃什么 啥味儿的 榴莲 你 你不吃榴莲 不吃榴莲 去去去去 刚才师傅说这个剪材的剪出率极低 什么意思 那颗榴莲糖在老钱嘴里停留时间太短了 加上大胸用手接了一遍遍遍再放进那个袋子里 所以DNA细胞含量少可能不易检出 它怎么不多高点啊 它怎么不多高点 你摸我干嘛呀 不拿着呀 别瞎吃 别担心 这二小问题咱们索然能解决到 你买内饰器里非常陷进 灵密度高 电用室温度控制好稳定性强 所以应该能检测出来 再说了 咱们宁叔姐多厉害呀 这点事难不倒她 她呀应该还会人工夫解一遍 原来我买的设备这么牛呢 看来我跟她强强联手 谢谢大家 怎么样 鉴定结果表示 孩子确实是老钱的 你们赶紧通知老钱 带着他的孩子到中心来一趟 对啊 万一他的孩子是咱们的呢 可这孩子咱们咬了那么多年 就跟青春的一样 好了好了 你想想 咱们的孩子不也等着咱们的吗 对吧 这种罕见的群体暴走孩子事件 发生在当时医疗条件上不完善的 城中村卫生院 幸运的是 胡珊珊和大雄的孩子长长着 但 所有的家庭 都被这种突如其来的真相 改变了人生轨迹 面对无比心痛的抉择 我有失效 如果不做亲子鉴定 一切悲剧是不是就不会发生 师父告诉我 我们这个行业不是造成悲剧 而是让更多的人知道真相 而事实上 有很多的家庭 最终都没有来做鉴定 你还在找那家医院的受害者 你还在找那家医院的受害者 不会真的是因为我说的KPI吧 怎么可能 我就在想啊 这新闻太劲爆了 可以做素材 值得什么 那你这是碰钉子了 就前面这几个人都还好 但是最近开始 好多人都不愿意找回自己的亲生孩子 师父 为什么呀 也可以理解 毕竟养了那么多年的孩子 真查出来之后是换还是不换呢 你看胡珊珊 其实她自己都很犹豫 师父说得对 这种事是不是没那么常见 不常见 这十年里 光是经我手给出的非亲生鉴定 两千多个家庭 师父 真有那么夸张吗 你们继续啊 我先走一步了啊 师父 这么晚去哪儿啊 我送你吧 不用了 你们好好吃 嗯 你看 他吃个礼物 再吃 JIM 以及 士党 走 走啦 怎么那么咸 不咸 你这都吃了半碗了 才觉得咸呢 心情不一样 味道能一样吗 是吧 好 您走 我有重要的事 你出去吧 今天真不好意思 因为我们家的一点私事 还让您专程跑一趟 其实我是个做事非常严谨的人 我在找鉴定机构之前做了很多功课 包括你的讲座 你在网上的专访 我都看了 但我更看重的 是你在业内的名声 我在业内的名声 对 是出了名的铁面无私 所以这一次 我是专程会珍惜来找你的 从诺信找到了安和 这才终于把你请了过来 我本人呢 有一件非常重要的私事 想请你帮忙 做一份亲自鉴定 但是 在做鉴定之前 我有一个不情之情 请讲 我不喜欢兜圈子 就直说了 你也晓得 作为上市公司的董事长 凡事都要对自己负责 对公司负责 对股民负责 但除了公事之外 我不希望一些莫须偶的事情 博大众也求 对公司的股票 产生无畏的影响 所以 在做鉴定之前 我需要你把这份东西签了 非司法要求的亲子鉴定 本身就是不公开的 鉴定委托人有权 不提供任何证件 也就是说我们鉴定中心 没有任何证据证明 这份鉴定委托书是您做的 其次 样本自行取样 鉴定结果只会提供给您本人 也就是说这份协议签 或者是不签 您的隐私都会受到保护 您可能不了解我做事的态度 如果可做可不做的事 我一般都选择做 不好意思 林总 我做事情也有我自己的原则 这就是你跟我说的那个 亲子鉴定师 是 董主任 给您介绍一下 这是我哥 在正西 也是开自媒体公司的 我弟看不惯我 但我喜欢他 我就喜欢他这种 看不惯我 又弄不死我的样子 所以说你们两个找我来 到底是谁要做 我俩 都做 和同一孩子分别做 看看到底谁是孩子的亲爸 听起来是有点狗血 但其实也没那么夸张 那时候我俩都还年轻 正在创业 租住在文革华花园的三居室里 我们招了一个国内学设计的女孩子 和我们一起干 那女孩我没记错的话叫 翟若曦是吧 当初你招她进来的时候 我就觉得这女孩太漂亮了 不靠谱 你非要招人家进来 结果呢 我们生意刚刚起步 她俩就好上了 那女孩成天来我们家 这女孩的女孩 也别再抛权 我怀疑 是 她选招了 她是 那女孩 对她的家人 对她的妖魔 她是 对她的妖魔 她是 她是 她的妖魔 她是 这事过后 我就和我哥分家了 就去了杭州发展 我刚走不久 翟若曦就打电话想找我复合 说她怀孕了 孩子是我的 但我不信 我一想到这件事 就觉得恶心 后来从别的朋友那儿听说 她自己把孩子生了下来 现在想起来 还真有点滑稽 以为把孩子生下来 就能吃定我了吗 你怎么不想着 她把孩子生下来 是因为对你还有感情呢 还不晓得孩子是谁的 就说对我的感情 要真的她对我有感情 她会跟你上床吗 那天我喝短片了 没准就像她自个儿说的那样 认错人了呢 我俩哪一样 她能认错 你要是同情信犯了 怎么不早把她收了 她是你女朋友 没准你俩早在一起了 林豪俊你说这话 真的是太可笑了 人和人之间的基本信任 你没有了 还有这个 我进来的时候就看见了 董主任 她跟你签的吧 还有豪俊啊 你自个儿千条外线出来的亲子鉴定 是你自己都不相信 还跟人家签这个 信任 你跟我谈信任 你晓得我当年经历了什么吗 我一天之内 我两个最信任的人辜负了我 你要我怎么信任 你告诉我怎么信任 我还能信任谁 别撤了 我签 现在可以去取样了吧 这都还不回来吗 都这么晚了 下班时间了都 这么重要文件的还不拿 该不会不回来了吧 我还能信任谁 我还能信任谁 爱回不回 果然 这狐狸尾巴露出来了